给你100万 代价是将你缩小成蚂蚁那么大的体型 你会愿意吗 原来在未来世界出现了一种特别的科学技术 它能将人类的身体缩小到12厘米 不过这种技术只针对穷人 原本没房没车的他们被缩小后 玩具屋就能成为他们的豪宅 小孩子玩过家家的那些东西 全部会成为他们现实生活中拥有不了的财产 同时他们也不需要当社畜维持生活了 平平无奇的一块饼干就给他们吃上个大半年 尤其是小人国的物价还十分的低 钱是基本上花不完的 所以这个缩小技术疫情推出 就受到了大多数穷人的追捧 为了证明这项技术安全可靠 科学家率先将自己给缩小了 接着他又征集了36个志愿者无偿体验缩小手术 再由专业人员观察他们的生活状态 最后人们发现这些被缩小的人生活幸福感 不仅有了巨大的提升 生疮胞胎的几率也增加了 与此同时 缩小后的人所居住的地方还有特制的保护罩 以此来抵抗极端的天气 安全性是毋庸置疑的 最重要的是缩小后的人产生的垃圾也十分的少 所有人大半年产生的垃圾才一小袋 这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无疑也是一个新的助攻 于是这个看上去 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百利无一害的发明 在各大媒体传播了起来 保罗也在电视上看见了这个新闻 但是当时的他觉得这手术不靠谱 专业几年的时间过去了 保罗也在这段日子里遭受了社会的毒打 然而遗憾的是他昔日的好友们各个事业有成 家庭美满 唯独他一个人还是碌碌无为 两代空空 至今他还和妻子居住在不到十平米的老婆小李 就在保罗惆怅上时 一个男人端着一个蛋糕盒走了进来 等保罗仔细凑近一看 里面住着的居然是他的好朋友 人家就很有先见之明 早早的就做了缩小手术 过上了自认的富豪生活 见此保罗也有点心动了 而朋友也是在这个时候趁热打铁 劝他不要再犹豫了 缩小后不仅能当富豪 还能为地球环保出一份力 这下保罗是彻底心动了 能不能变成富豪倒不是他首要考虑的 主要是能保护地球环保 这就很伟大了 于是保罗也是马上和妻子表达了这个想法 夫妻俩更是约定好 一起去缩小手术的发布会上了解情况 这不看还好 一看保罗想缩小的心就更加的强烈了 缩小人住的房子居然是玩具房 一顿晚餐的价格就能变成富豪 这谁能抵抗住这个诱惑 当夫妻二人来到售房处 工作人员还告知他们 小人国的资产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百倍 也就是说保罗夫妻二人手里虽然只有一万元 但是到了小人国 他们的财产就是一百万 这可让夫妻俩找到了一夜报复的方法 于是二人二话不说 就在小人国预定了一套豪宅 接着他们又回到家变卖了家里的物件 微去到小人国做准备 很快就到了做缩小手术的这天 然而护士去告知二人手术是有风险的 缩小手术若是没有成功的话 他们很有可能残疾或者死亡 听到这 保罗与妻子都有点害怕了 但是来都来了 夫妻俩还是心一横 在免责书上签字了 做好了准备工作 二人就按照性别被带到了不同的地方 缩小手术即将开始 或是剃掉眼前人的头发 再拔掉所有的牙齿 接着又将它们推进了烤箱里 随着竖直的调整 缩小手术就这么完成了 而之所以拔掉他们的牙齿 也是为了他们在缩小的过程中 不被其撑破脑子 手术成功后 护士们又会为其细心的安装上特制的小假牙 保罗的缩小手术十分的成功 就是牙齦有点肿痛 接着妻子又给他打来了电话 他很开心夫妻俩都在手术中活了下来 然而妻子的下一句话 却让他没了笑容 原来妻子在即将手术的那一秒后悔了 他还是觉得正常人的世界多姿多彩 缩小的人就只有保罗自己 怀着沉重悲伤的心 他来到了提前预购的豪宅里 房子确实是挺大的 可一个人住起来还是有点孤单的 不过好在保罗很快就不用住在这 病冷无情的豪宅里了 妻子向他提出了离婚的请求 此时只有蚂蚁大小的保罗无法抗拒 他只有不情不愿地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离婚后两人平分了所有的财产 保罗瞬间变成穷人 他只有搬去普通的居民楼 转眼几年的时间过去了 保罗感觉自己在小人活的日子十分的孤独 于是他开始相亲 然而他现在世人老又没钱 每次相亲都只能得到一句 你是个好人 保罗实在是太郁闷了 于是他就来到了好友家诉苦 没想在二人交谈期间 他竟意外看见一个举止怪异的女人 保罗担心这人是小偷 于是便跟了上去 没想他还真就看见了女人在偷好友保存的药品 见事情暴露 女人也是不带一丝慌张 他十分淡定地表示这是经过了主人允许的 同时女人也是袒露自己这么做也是有苦衷的 保罗要是感兴趣的话就跟他去一个地方 而保罗本人也是闲得慌 于是他就跟着女人一路来到了几个废弃的集装箱改造成的居民楼 眼前的景象也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还以为人人都能在小人国里住上别墅 接着女人又带他来到了一间屋子内 里面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 阿代收集来的药都是为了治疗他 而且这女人的命运也是十分的悲惨 自己得了重病不说 丈夫在做缩小手术时因为护士的疏忽 忘记拔牙了 所以在缩小的过程中 女人的丈夫直接就人生重启了 次日保罗上班时也是没法集中精神 他满脑子都在想那个生病女人的事 然而等他下班再次赶到时 阿代却告诉他女人去世的消息 闻此保罗的心情也是十分的沉重 或许是为了缓解这悲伤的气氛 阿代主动提出让保罗帮他修修甲志 毕竟保罗在来到小人国之前曾做过理疗师 但是阿代不知道的是 保罗做的其实是兼职理疗师 专业水平上还欠缺那么一点 所以最后也是毫不意外 阿代的甲志在保罗的手里变成了废品 这下阿代真的是彻底悲伤了起来 没有了甲志他还怎么去给客户打扫卫生 怎么维持生计 保罗也是觉得十分的愧疚 于是他就主动提出成为阿代的腿 背着他一起去业主家里打扫 临走之前 阿代还会收集客户冰箱里的剩饭剩菜打包带走 这就让保罗十分不理解了 然而回到集装箱后 阿代又将这些食物分给了吃上饭的穷人们 保罗也是瞬间被阿代的善良给吸引了 这人是真不错 于是保罗也是辞去了自己的工作 开始成为了全职清洁工陪在阿代的身边 然而这天做清洁室来到的却是保罗好友家 好友见他成为了清洁工也是忍俊不禁 于是保罗就将自己弄坏阿代甲之 不得已成为清洁工的事情告知了好友 闻此 好友也是替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可以让保罗没有丝毫付救之心的甩掉阿代这个大麻烦 为摆脱瘸腿女人的纠缠 男人谎称自己马上就要出国了 连想女人听到这话后却突然哭了起来 原来她的丈夫在做缩小手术师以外去世了 发明者说好了要亲口对他致歉 但是遗憾的是发明者在国外 他没有办法前往 恰好保罗几人也要前往那个国家 阿代当场表示要一同前往 于是这两人也只好真的带他前往了出国的旅途 缘分就是如此的奇妙 三人很快就在一艘船上遇见了这个发明家 而发明家也是十分的直爽 他告诉了几人一个秘密 原来当初他发明缩小树的本意是为了应对世界末日的到来 但是很遗憾 小人国的出现并不能改变什么 只是延缓了地球毁灭的时间而已 至于如何解决人类灭绝的问题 他们要到达目的地才能知晓 到了晚上被世界毁灭 人类灭绝下的不轻的保罗来到了阿代的房间谈心 没想说着说着 他竟情不自禁亲了阿代一口 这一文也算是二人正式在一起的标志 次日几人跟着发明者来到了目的地 这里是第一批缩小人的居住场地 接着他们又来到了一个满时间空气的房间 原来为了预防世界末日的到来 他们竟然建造了一个地下基地 虽说是在地下一千多米 但是蔬菜牛羊什么的照样有 与地面上的生活没有任何的输入 接着发明者更是将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发表了演讲 既然这世界迟早都要毁灭 那他们还不如提早进到地下的世界熟悉环境 大家也纷纷赞通发明者的观点 唯独阿代是忧心忡忡的 他们离开集装箱已经有不少的日子了 他现在是迫切地想要回去照顾一下 那些没有生存能力的难民们 然而保罗在听完发明者的演讲后 整个人像被洗脑一般 只想着去到地下生活 至于那些难民们 他才不关心 见此 阿代也只好找到保罗的好友来劝说他 这世界末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来 保罗急着去地下生活简直就是疯了 然而保罗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无所事事 没有一件事情他能做成功 如今去到地下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这样他至少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为全人类的命运发展贡献一份力 接着保罗也是不够阿代与好友的劝说 提着自己的箱子就前往了地下的路途 阿代见此是一脸的惆怅 但是好友却丝毫不担心 他太了解保罗这人的脾性了 他这一辈子就没有干成过一件事 这次他也不会例外 果不其然 保罗才刚进入隧道里就后悔了 经过了短暂的两秒钟的纠结后 他还是选择回去 眼看隧道的门就要关上了 保罗更是直接扔掉了行李 最后他还是没有前去为人类存亡做贡献 而是跟着阿代回到了集装箱 为那些穷苦无力的人们提供关爱